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蓝图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的节目 我是蔡立真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教会历史的端题 今天要介绍的是罗马天主教 罗马天主教 在我教书的生涯中 常常需要面对学生所提出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天主教究竟是不是异端 好 这个问题其实也有两极的看法 有人认为天主教不但是离经叛道的异端 更是启示录十七章所提到的那位 身穿紫色红色衣服的大淫妇 就是狄基督 王永信牧师的一本书真道手册 就是把天主教定为异端 不过已故已经过世的神杰山老师 他说王永信牧师这本书的资料比较成就 有人认为天主教不是异端 我有几位天主教的朋友 他们听见基督教定他们为异端 很不开心 他们还表示说 过去的历史中都是他们天主教的教廷 来定别人异端 现在居然是别人要定他们异端 实在是变天了 那我们很敬仰的几位天主教的风云人物 像特里莎修女 像卢云神父 他们的很多的德行表现 他们对穷人的服务 对智障儿童的服务 都是我们很敬佩的 旅居澳洲的黄彼得牧师 他从前所写的书也曾经定天主教为异端 不过据说他在课堂上最近已经改变立场了 黄彼得牧师是我的好朋友 他前年来信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说年纪可以改变对宗派的看法 也许当我们对宗派的知识增加的时候 就可以澄清过去的误会 那我盼望我们不是用中世纪天主教最腐败的 那个情况来定罪天主教 毕竟每一个宗教团体都不断的在改变中 连我们自己也是一样 我们也会犯错误 我们也需要靠上帝的恩典 来持续的自我修正 自我反省 基督教有三大宗教团体 第一个是罗马天主教 第二个是希腊政教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基督教 那么这三个基督教团体都接受三个基要的信经 就是那个三个核心真理 三个基要信仰所导出的三个信经 那么既然罗马天主教也接受了这三个信经 可见他们当然不是一端 但是有人会质疑说 那么当年马丁路德不是反对天主教的救恩论吗 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开始来讨论 马丁路德当年所反对的那个经验哲学的唯明论的救恩论 还记得吗 契约神学 就天主教今天看来他们也认为那是一端 因为唯明论的救恩论认为 人在救恩上需要先踏出第一步 上帝的恩典才会临到人 才会帮助人 他们认为人里面有良善的部分 也就是神秘主义所说的灵魂的火花 是经验哲学所说的良知 也是人文主义所说的自由意志 那那个东西是没有堕落 是没有被罪污染 是正面的东西 他可以使人渴慕救恩 可以使人寻求上帝 这个在初代教会就定为半伯拉丘 这是一个异端 那么在中世纪的时候 唯明论的救恩论 唯明论是天主教一个很强的神学派别 而马丁路德就是在这一个唯明论所掌控的大学受教育 那么既然天主教的救恩论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他们的救恩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立场呢 有人认为天主教比较是行为称义 其实天主教并没有否认音信称义 他们绝对相信上帝的恩典 是我们得救的基本的理由 但是他们比较像是雅各书里面的 强调人得救也要有好的行为 基督教比较强调罗马书或者是迦亚太书里面 因信称义的真理 而天主教比较强调雅各书的行为称义 但是罗马书跟雅各书并不冲突 罗马书比较是攻击没有信心的行为 而雅各书比较是攻击没有行为的信心 两者并不冲突 十六世纪的时候 天主教为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他们曾经召开了一次天特会议来加以回应 那么整个会议的进行 弥漫着保守反动的气氛 并且将天主教的救恩论 做了一个很明白的宣告 那就是天特信经所说的 人是毫无功德被招 上帝使人称义乃是白白的恩典 但是当圣灵感动人的时候 人并不是完全不动 而是乐意与神的恩典合作 所以基本上天特信经的救恩论是一个合作说 强调人的回应与上帝的恩典合作 天主教认为人在接受圣灵感动的时候 他有可能加以拒绝 有可能消灭圣灵的感动 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在先 人想要靠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得救 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这点来说 天主教绝对不是半伯拉丘的异端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在讲人的回应上的时候 强调人的责任 天主教比较是倾向于我们基督教宗派里面的 雅米念的神学 但是他绝对不是异端 如果我们要认识现代的天主教 我们必须要从三个大公会议来着手 什么叫大公会议呢 我们再复习一次 所谓大公会议就是普世的 天主教的神学家 跟他们的主教一起聚集开会 那么最后宣告官方的决定 天主教在现代有三大会议 三个大公会议 第一个是16世纪的天特会议 第二个是19世纪的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第三次是20世纪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我们先来看16世纪的时候的天特会议 天特会议是近代天主教的神学的一个前身跟模式 然后在这个会议里面有一些重大的决定 第一个他们宣布五家大 就是拉丁文的五家大语本 是最高的权威经典 拉丁文是中世纪的时候 知识分子才能够明白的教育语言 一般平民老百姓看不懂拉丁文 必须仰赖神职人员的解释 所以在信仰上就造成了文盲的现象 一旦神职人员的教导有偏颇 那么信徒就会误入歧途 现在天主教跟基督教大致是相同的 我们会以原文圣经作为比较可靠的参考权威 来台湾宣教的长老会的宣教师 巴克里牧师当年非常的强调圣经的翻译 他自力的推动罗马拼音的白话字圣经 那么他就说 有了你们自己方言的圣经 你们就会自己读圣经 你们自己就会受圣灵的感动 虽然没有人讲到给你们听 但是你们自己仍然会明白上帝的旨意 这个真是先知的远见 十七世纪的时候 荷兰在台湾的宣教成绩其实不差 但是人亡正习 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把圣经翻译成为本地的语言 那么天主教在这一点上 他们也渐渐在强调圣经的权威 第二个天特会议的重大宣告 他们认为合法的圣礼有七个 除了洗礼跟圣餐礼以外 又加了监信礼 婚礼 受职礼 告诫礼 还有临终 抹油礼 那么基督教只接受圣餐礼跟洗礼 第三个是在圣餐上主张化直说 认为饼跟杯在神父助导以后 就变化成为耶稣的身体跟血 那么这个很靠近新一会马丁路德的立场 好 第四个他们仍然坚持有炼狱 好 第五个他们编了一套禁书的目录 凡是马丁路德的作品 或者是宗教改革的领袖的书籍都成为禁书 不但禁止阅读 而且要焚烧掉 好 第六个 继续异端裁判所 这是恶名昭章的异端裁判所 有一点类似国际秘密警察 很多严酷的刑法都在这里进行 所以常常成为教皇压制异己 排除异己的工具 那么以前16世纪的科学家 伽利略或者是哥白尼 都曾经被异端裁判所定为异端 好 第七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称义的神学 称义跟行为合作 这是天特会议最艰难的任务 一方面重新澄清天主教的神学立场 一方面也是回应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重点 因信称义的神学有三个重点 天特信经 第一个强调人在道德上的预备 人要纯心挥向上帝 来接受上帝的感动 第二个信主不代表得救 信主以后仍然要恐惧战精 做成得救的功夫 所以没有得救的确据 除了我们到死的那一刻 好 第三个天特信经 拒绝归算的称义 他们拒绝宣告式的称义 我们都知道宣告性的称义 是马丁路德独特的发现 他把阴信称义带回到保罗的思想 但是天主教他们拒绝宣告式的称义 他说称义不仅是罪得赦免 也是内心的成圣与更新 他们区分理智的信心 以及使人生发爱心的信 而唯独后者才有功效 才可以满足称义的要求 所以信主以后行为要与信心合作 使义更加添 那么我们综合来看 基督教比较强调 信主的那一刻地位立刻的转变 而天主教比较强调 信主以后生命行为 渐渐的长期的改变 那么其实都对 都各有千秋 虽然基督教仍然坚持保罗的称义观 是法庭式的立刻宣告 那么这四百年来 我们看见双方 基督教跟天主教 双方不断的协议讨论 也发表了一些联合的声明 不过天特会议的立场 仍然是天主教主流派的一件 我要介绍天特会议之后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 那就是耶稣会的成立 耶稣会是西班牙的一位退役军人 罗耀拉所创立的 那么这个会有四个任务 第一个是对抗复原教 第二个是提供高素质的教育 他们十分的注重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 学生的工作 他们借此吸收了影响了很多高级知识分子 投入天主教 而且也引导天主教的神学 往系统化的方向去发展 好第三个任务 耶稣会的第三个工作是 推广宣教的工作 那么在这一点上成就非凡 根据记载 当年创会的七位领袖当中 有一位宣教士叫做沙悟略 他曾经来过中国 来过日本跟印度宣教 沙悟略跟他的学生 曾经为一百万个人施洗 成绩非凡 第四个任务是 他们很注意儿童的工作 他们曾经讲了一句很自豪的话 他们说 如果你给我一个小孩子 让我培养他到七岁 那么他一生都会是很好的天主教徒 那么如此引以自豪的教育工作 值得我们留意跟学习 那么凡是进入耶稣会的人 都要有一个入会的宣誓 他们的誓词非常的震撼人心 我节路部分给各位听 他们说 我不属于我自己 我乃是属于那创造我的天主 与代表他的教皇 我要像辣那样的柔软 听其搓柔 其次我要像死尸一样 没有自己的意志跟知觉 再其次 我要像一个人的十字架 可以左右随人旋转 再其次 我要像一个老人的拐杖 可以任人摆布 为上帝服务 那么这一份誓词 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 为什么耶稣会的工作 他们的宣教工作如此的兴旺 因为他们彻底的顺服 顺服上帝 也顺服教皇 耶稣会可以说是 教皇制度理念 最完全的实现 好 接着我们要来看 19世纪的第二次 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那么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召开 他们通过了一个教义 就是教皇无谬 所谓教皇无谬 并不是说教皇所讲的 每一句话都没有错误 不是的 所谓的教皇无谬是说 当教皇以全体信徒的导师身份 当他以宗座权威的身份发言的时候 而且是发表有关于信仰跟道德方面的问题的时候 那么教皇可以得到天主在彼得身上的保佑跟帮助 使他的言论具有无悟性 也就是说那个源头是圣灵超自然的保护跟帮助 那么这一点我等一下会再说明 我们再来看20世纪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那么召开这个会议的两位教皇 有一位教皇他途中就去世了 有另外一位来接任 那这两位教皇分别是约翰二三四跟保禄六四 两个都很开明 他们提出了召开大会的宗旨有两个 一个是回到根源 一个是开放教会 回到根源就是回到圣经福音跟信经的根源上 而不是回到传统 第二个宗旨是开放教会 来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那因为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比较保守比较反动 那他们定了很多的现代的科学 发现现代的思潮为异端 所以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后 天主教跟社会就脱节了 所以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打开窗户 让新鲜的空气进来 这句话成为这一次大会最响亮的口号 那么由于教皇的开放态度 就造成了天主教内部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现象 越来越多元化 跟我们基督教其实也没有什么两样 一直到今天 那这一次召开会议最终的目的 是要跟基督教跟东正教合一 他们不但邀请了很多基督教的神学家来参加 作为视察员 他们更不断的向东正教传达这个讯息 所以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里面 没有任何定罪的文件 非常难得 气氛友好而宽容 在神学上也希望回到圣经的根源 而且鼓励平信徒读圣经 好的 尽管天主教已经有很大的进步跟调整 但是我们跟天主教之间 仍然存有一些障碍跟意见 那我要提出几个障碍 首先第一个是启示的权威 天主教还是相当的依赖传统 包括教皇的御令 包括大公会议的信经 以及历史历代累积的传统习惯 那么这个就是成为一套牢不可破的权威 虽然他们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强调回到圣经 但是他们的圣经范围跟我们又不太一样 他们还有赤经 而且他们还有灵修用的玫瑰经 不过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他们宣称圣经是上帝启示的根源 传统的地位不在圣经之上 传统是用来服侍圣经 所以让我们放心不少 不过因为还有赤经的存在 而且很多让基督教不满的信仰 是出自于赤经 比如炼狱的存在 好这是第一个障碍 第二个障碍是教皇无谬 我刚才已经提过了 这是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所通过的决定 成为天主教正式的教义 那么当年通过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神学家也有意见 可是最后是以533票对2票 绝大多数的通过 那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 天主教他们很谨慎 很小心的在使用教皇无谬的权柄 最近一次应该是1950年 那教皇他用了这样的一个特权 教皇无物的特权 宣布了一个很重要的教义 那就是玛利亚没有原罪 所以虽然天主教他们不轻易的使用 教皇无谬的权柄 可是每一次动用的时候 都会让基督教跳脚 都会让我们很难接受 而且在教皇无谬这个教义 正式动用以前那么多年 那么几百年 天主教的教皇的谈论 是不是受到无谬的保证呢 当年他们定加利略哥白尼为一端 到了1990年才为这个认错 所以究竟教皇无谬的范围有多广呢 我们来看我们跟天主教中间的第三个障碍 就是玛利亚的崇拜 那么天主教多年以来 一直高举玛利亚的地位 他们也宣布玛利亚无原罪 玛利亚升天等等的教义 那么这是从中世纪以来 相当漫长的传统 不但信徒习惯向玛利亚祷告 而且神父默想的对象也是玛利亚 因为他们尊重玛利亚的真洁 他对上帝的顺服 但丁的神曲 最后带但丁去见三一真神的 就是玛利亚 玛利亚成为我们跟基督中间的一个中宝 中宝中的中宝 那这个漫长的传统 它由来已久 那主要是因为神学上的问题 在中世纪的时候 天主教的神学 把上帝看作是一个很严厉的审判官 信徒做错事情就会被定罪 所以耶稣变成了一个很严厉的审判官 变成了一个妄知生畏 遥不可及的角色 必须要由另外一位温柔的母性的角色 来引导我们到耶稣的面前 另外一个神学的缺憾 就是过去的基督论 比较强调耶稣的神性 忽略了他的人性 所以信徒不太能够感受到 上帝能够体恤人的软弱跟痛苦 所以在上帝跟人中间 就制造了一大串的圣徒来崇拜 天主教他们也承认 玛利亚的崇拜 是他们跟基督教之间的一个障碍 所以教皇也成立了一个督察的小组 谨慎的查看各地天主教会 玛利亚显圣的记录是不是真实的 敬拜玛利亚的现象是不是超过了圣经的范围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有一个官方的文件宣告说 玛利亚是人不是神 玛利亚当受尊敬不当受敬拜 他当受尊敬因为他是耶稣的母亲 因为他跟门徒一样是耶稣的见证人 虽然官方有这样的认知 但是因为平信徒很多人仍然不读圣经 仍然是文盲 对真理很陌生 所以民间普遍的还是存在着敬拜玛利亚的迷信现象 我们再来看 我们跟天主教之间的一个障碍 就是对文化的妥协 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的环境里面有祭祖的问题 其实在两百多年前 在明朝清朝的时候 已经有这样子的争论 当时在中国有三大天主教的差会 道明会 方济会跟耶稣会 耶稣会主要传福音的对象是知识分子 他们认为祭祖是圣宗最远 是让为人子女有表达思亲的一个管道 可是方济会跟道明会 他们主要传福音的对象是平民老百姓 他们会认为祖先 已经死去的祖先就是鬼神 他们甚至会回来吃祭物 所以方济会跟道明会就禁止祭祖 所以三个差会在中国的内部已经有了争论了 那么他们就要禀告教廷 其实当时交通非常的不方便 每一次一来一往 这个文件的来往要费时好多年 所以最后宣教是必须要因地制宜 按照自己修会的理解方式来处理 今天天主教他们仍然依循着 利马斗时代耶稣会的决定 允许信徒可以以圣宗追远的态度来祭拜祖先 一般说来天主教在文化上的态度比较宽广 甚至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 他们说在基督教以外的文化或者是宗教也有真理的亮光 在偶像中寻找未视之神者就离天主不远 如果能够按照良心的指示去行上帝的旨意 那么可以得永生 哇这个让基督教很担心 太宽的尺度了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有另外一个文件来平衡 那个对文化过于宽广的态度 好这个文件叫做大公主义法令 那么提到说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大公教会 才是获得救恩的全备媒介 也就是说教会之内 基督教之内才有救恩 那么这一点又让我们基督教比较放心 好的我们跟天主教之间仍然有障碍 仍然有一些神学上的冲突 仍然有一些意见的争执 那么这四百年来双方不断的在沟通 不断的在协调 那么最近这几年也发表了一些联合声明 虽然彼此的旗见仍然存在 不过透过这些神学的讨论跟沟通 双方的距离越来越靠近 我们今天介绍天主教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